在舞台上大家看到了 有遠藤雲淚來的Postplay 也有目黛系裡面的重要主角 與我們阿桃跟原哥一起來揭曝 也象徵著我們台灣燈圍的棒子 將從桃園市揭曝到2007年 由雲淚縣政府共同來主辦 我們掌聲謝謝他們帶來精彩的表演 由正市長手中 將台灣燈圍的棒子交還給我們交通部 謝局長 是的 在大家的見證之下 我們要由謝局長的手中 將台灣燈圍的棒子交到雲淚縣 李敬勇李縣長的手上 大家掌聲督同見證 是的 我們是不是再一次掌聲見證 我們預祝台灣燈會2017年在雲淚圓滿成功 2017年的台灣燈會在雲淚 相信一定也是非常精彩非常熱鬧 那我們桃園市跟雲淚縣打算做雙向交流 我們即將要舉辦農業博覽會 我們向雲淚來學習觀摩 我們也願意把台灣燈會主辦的經驗 請郎享受 也給雲淚縣政府來參考 相信台灣燈會 確實主辦全拿到的時候是花一天 但是要忙碌一年 辛苦兩週 回憶一輩子 希望我們台灣燈會能夠越辦越好 成為我們台灣最好的觀光活動 雲淚縣也已經做好準備 我們2017年的台灣燈會 會規劃在兩個燈區 一個就是我們高鐵的特區 在這個虎尾鎮 那虎尾鎮是一個非常具有文化氣息的 一個農業的一個城市 那麼尤其在它這個轄內 有很多這個文化的這個資產 都是我們作為這個基地 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量 尤其是我們得到 2015年台灣建築首獎的農博生態園區 就是我們的主燈區的所在地 那另外一個燈區 我們規劃在台灣燈會的原鄉 也就是北港 北港燈會已經有超過60年的歷史了 那在地呢 可以說培養了很多的這個議政 有很多傑出的這個議事 都是我們辦好這個台灣燈會 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那這個鄭市長非常的客氣 我們今天來了 是要來請教 要來這個學習 那麼鄭市長他也希望 雲縣能夠貢獻我們在2013到2014年 所舉辦的這個農業博覽會的經驗 希望能夠跟我們分享 我們非常樂意 這就是城市之間 大家一個非常好的合作的模式 我想我們下午 還有一場這個學習交流的這個機會 我們的同仁 大家都會用這個最謙卑 最認真的心情 來向桃園市政府的團隊來學習